您现在来收看的是 产业先锋队 嗨 大家好 我是宇帆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10月9号礼拜三 那么这个明天呢 10月10号国庆日 所以我们修饰一天 所以理论上 我们的10月10号以前 要公告所有的营收 会延后到10月11号礼拜五 好了 那么现在在很多公司 都已经公告营收了 所以我们看到 它的营收 在股价上的反应 我假设它是成长的 那么股价就有机会往上跑 那当然衰退的部分呢 当然它面临的就是一个修正 可是如果衰退幅度比较大的话 那基本上它修正幅度 会不会比较大 有可能 因为如果假设 它的股价目前是在右上角 所以看起来呢 是现在我们在做一个调整期 但重点是 好 现在这个角度来看 整个的10月 我整个看起来是 没有什么太大疑问 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疑问就是 不管我去看台积电 不管我去看辉达 这个代表的AI的这个所谓未来的这个趋势的 这个两档重要的股票 在近期的表现都不错 所以看起来呢 似乎呢在台积电的联盟身上 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它营收我们上来 第二 持续发酵的这些技术是不是能够继续炒热 简单来讲 细光子 CPO是近期盘面上最热最耀眼的这个族群 好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要关心到难道它都不会拉回吗 难道都没有别的族群可以上来去接棒吗 那我们慢慢来讨论 但重点来了 刚刚有讲过 如果用台积电来领军的话 我们来思考一下 台积电对现在目前对指数的影响是更重要的 因为在1000元以上 还记得吗 我们这个礼拜曾经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说 台积电必须要站稳1000 有没有 如果你假设礼拜一有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它必须要站稳1000来了 各位 请你仔细看哦 这几天 1 这边是989 然后来到了1000 05 这里 又打下来997 又来到了1010 这里 东跳上去以后呢 它直接来到了1030 前面的一个短线的高点 1025被它突破 那前面大家突破以后 大家就会思考 来这里 1080会不会来 不是 你怎么会说会不会来的 何时来吧 就是说 基本上它就是何时来 不是会不会来的问题 因为 你去看所有的外资的报告 基本上 都好像都已经超越这个数字 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 各位 你再去看我们现在的老AI 所谓老AI就过去的那个族群 你就会思考 广达 英业达 人宝 那些过去的老AI 然后伪创 这一群股票 有没有丢出来9月份的营收 让你觉得说 真的有在成长 好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大家都在看 低价股 低价股 来大家请看英业达 各位你看英业达 现在目前 今天最高45块4 好来 我们来看K线 358亿的股本 高点61块8 打下来41块多 然后呢 这边目前还在低档区 对吧 但营收慢慢上来了 你知道这个要爬起来 有多么的困难吗 你知道什么困难呢 因为它股本比较大 对吧 如果今天40几块的股票 不是这么大的股本 就像我们讲的 当初 我给大家回忆一下 当初我们在讲那个 台积电矽光子联盟的时候 我们特别在那里面 抓了一档股票叫利基 对吧 如果你印象还在的话 我们当初为什么挑利基 因为它股价最便宜 别人涨到天上去了 它还在地上 所以呢 我们当初找利基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10亿股本的利基呢 它就 就这样上来了 也是四十几块 46.25 你去看音页打 45块 现在重点是 45块还在低档位 是吧 那我问你 是不是中小型股比较好操作 确实是 我再先跟大家讲 确实是 那大型股不好操作吗 我问大家 来看一下广达 广达营收出来了 我觉得相当不错 但是重点是 就算相当不错好了 人家是相当不错 就已经可以去赏停板了 它的相当不错 它在哪儿呢 它的相当不错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过去你曾经买过广达的人 你现在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买广达 到目前为止 我当时K线那个稍微弄掉了 大家重新设定一下 这边呢 300块 我想一下300块的位置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过去 曾经买过广达的人 你一定会想说 广达广达 你何时呢 这个才能够持续的往上走 我先想一下 如果你是在300块以上买的广达 那你现在有没有想过说 我广达如果突破到这个地方 突破过去 就283这个地方 让我突破过去的话 我可能就会往300的方向走 因为毕竟呢 现在站上季线 现在站上季线 上次站上季线 没有站稳就跌下来了 你要站稳季线啊 你站稳季线 对吧 好了来了 现在是不是10月上旬 要结束了 准备中旬了 那我们今年的第四季 10 11 12 好那既然9月营收发布出来了 看起来都相当不错 所以9月营收算哪一季呢 9月营收算第三季 第三季里面 那未来的归入 这个是会归入在什么 第三季财报 所以既然 第三季9月份的营收 有些公司它非常突出的 所以理论上我们关心到 如果前面的营收也都不错的话 那是不是第三季的财报会不错 好那用推论的方式 如果第三季的财报会不错 它的反应时间点会在什么时候呢 我现在跟大家讲在11月 11月才会反应啊 因为那个反应叫做成绩单的比较 你会比较那个现在目前 冲得非常高在右上角 但是呢带着话题 在营收获利没有跟上的 营收虽然一两个月跟上了 但它获利没有跟上 什么意思 我前三季的EPS呢 明显比出来是比弱的 什么意思叫比弱的 人家都已经赚了五六块了 我现在在一块左右 股价可以背得这么高 好吧 那会面临什么修盛呢 面临一个叫做基本面的修盛 好了 那各位 那现在修盛没有 还没 我告诉你还没有 现在还在发布营收啦 我现在跟大家讲了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啦 这个有人要买吗 大概没人买 为什么精确 之前我们先讲 精确花了很多钱去投资 投资设备 你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投资设备它要去摊提嘛 所以呢投资一大堆设备以后呢 为了要走一个 它要走到一个冠军之路 什么叫冠军之路 我就是专心要去做电池盒 所以呢我投资很多设备 我投资设备的为什么 那为了就是大厂能够青睐 然后送认证 好了哪个大厂呢 比亚迪 好比亚迪够不够大 算大 当我能够接到比亚迪的大单的时候呢 我就会发现说 原来这个设备投资是正确的 所以我没办法接到这么多的单 如果比亚迪很投单给我的话 那基本上这些新能源车 我要去掌握的都有机会 那我又有这样设备好了 可是我前面上半年是亏损了 所以股价什么修正 修正的非常厉害 我举这样的例子 就是股本小的股票 它今天跳空涨停了 大家请看哦 如果看这样你还不觉得它股价是怎么样 但是我开始慢慢把它缩小 你会发现哇 它修正的真厉害 过去还蛮赚钱的 但是因为投资太大了 所以基本上要走一个方向 基本上就是要忍痛 我要花钱去投资设长 好了单子终于来了 终于它回报在哪里呢 回报就是 我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以9月份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以理论上这样推的话 手上赏握这么多单子 开始陆续交货的情况之下 车市开始了 因为你走新能源车电池盒的系列 所以掌握比亚迪大单以后 将来的这些新能源车的单 基本上往往这边跑 所以呢 会发现一件事情 从低价这边开始起步 营收的反应 那本来的量不大嘛 那量就是不大 好 各位 这一类的汽车零组件的股票 基本上没人碰 为什么 大家跑去玩细光石 好 是 所以呢 这样赏停 大概就是这样 细光石赏停可能会比较热闹 为什么 它有量 利基 对吧 四十几块 好 本益比六十八倍 然后我问大家 东洋可不可以买 好 我现在问大家 东洋请问 问 东洋可不可以买啊 东洋 我记得 当时的东洋跌到一百块以下 我就说那真是个好机会 你如果还记得 我们在节目上所讲的 八月六号那一天 打到八十块八 你看看 是不是 我在讲 这两天我都在讲八月六号那一天 就是股市 大家都喊着会崩盘 好 杀下来杀到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每个都拉一根下引线 所以呢 当时就是一个恐惧的心理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是贪婪的心态呢 既然可以杀成这个模样 一档有赚钱的公司 可以让你杀这样 是东洋是要毁灭了吗 等一下 东洋是要毁灭了吗 不对啊 到处裂地啊 问你为什么要裂地 我要扩厂啊 我不断的扩厂啊 你干嘛一直要扩厂 你还一直列地 我摆明知道我后面订单很多 所以我现在产能根本就不足嘛 问你叫我怎么去交给后面的订单 我现在订单下了 我交不出来我怎么办 不断的找地方设厂 不断找地方扩厂 所以这代表一个机会 就是说从上一次北美的保险公司呢 已经说我们可以用副厂的产品来出险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所有的AM顶组件就因为了这样的机会翻身了 而身为领头羊的东洋 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东洋这家公司让我让我一个感觉就是 你要做一个企业啊 你要做到说我今天是个老板啊 我现在跟你讲说我上个月啊 我的税前盈余多少钱 我直接先公告给你 不用主管机关要求我 不哪几家公司做得到 你现在告诉我 我上个月我赚了多少钱的税前盈余 我就结好了之后我就告诉投资人说 我们上个月税前盈余是这样 不是股价什么什么 股价经过注意主管机关特别要求以后呢 然后你要去被动的公告 没有它是主动公告 让投资人你可以确认知道说 那所以呢前面几个月你的税前盈余大概是多少钱 那这一类的股票它根据什么又有关联性呢 它跟汇率又有关联性 所以走AM的导向的话基本上呢 你要去看呢 它跟汇率有 所以有汇对的损失跟汇对的收益 好了那如果今天在这个阶段 我得问问看大家 你说东阳 如果你现在有 你可不可以报 这是重点 虽然昨天的投资有调节了一些 但是呢我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它走进了旺季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它现在在旺季 已经走来旺季了 第四季的开始 请问旺季是何时 第四季对吧 错 不是你刚刚讲第四季啊 是啊第四季是旺季啊 但是第四季还要加上明年的第一季 所以它旺季是 第四季加明年第一季啊 怎么跨年度这样子来看啊 所以第三季是它淡季了 一点都没错 可是它淡季不淡啊 也没错啊 所以淡季不淡 获利 营收 都告诉你了 我的淡季不淡 非常之不淡 还这样子哦 我的旺季呢 会旺 那 有什么道理它不会涨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到底它 不能涨的原因是什么 除非只有一个汇率结构的问题 好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如果一档股票 现在目前东洋本益比15倍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可以上手 可以投资的位置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来看哦 很多股票你会觉得说 你有点离谱啊 你看哦 我先讲联军哦 其实大家过去在思考一个关键 就是说它14.5亿的股本真的不大 但是呢 我们从它的这个营收角度 它营收只要一成长了 开始往上攻了 而且呢 大部分哦 这一类的细光子 CPU的股票呢 基本上都有很多的当冲在里面 所以你一看呢 量又滚出来了 这滚出来就一直往上攻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究竟要多少的获利 才能够维持现在的股价 所以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奇怪 那它也不下来啊 就跟华星光意思也是一样啊 有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啊 就一直往上冲 往上冲 所以呢 大家在想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各位来 它是华星光 是不是又创高了 对 那过去是不是有200 对耶 真的耶 这样讲没有错 所以它过去是不是狂飙 你看狂飙是什么个长法 天哪 我跟你讲啊 这个还不刺激 前面那一段才刺激 可是它后来修正的好大 有没有 它修正幅度好大 所以呢 它等于又回到之前的荣耀了 在那一段在讨论 这个题材性的问题了 后面又要考虑 它营收的实质的问题的时候 各位 所以它是一个循环 对吧 当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个循环 来到高峰之后 到谷底之后 再来一个循环 再上来以后 靠着营收再上来 各位想象一个空间好了 过去曾经这么高 现在已经有拉高了 但会不会回到过去这么高 不知道 先讲不知道 因为你不能说 知道 因为现在这种 矽光子 CPO的股票 你不能跟 不能说 它一定会到哪里就结束 没有这回事 因为还是有人要做当冲 除非怎么整体族群的领头羊 全部熄火掉 好吧 那你问呢 你就会问一件事情 上次我跟大家讲 我说请你来看 好 这是雷科 好吧 雷科你说 雷科的股价这样 它还没有挑战前高 对吧 但是股性是非常活泼 上上下下 震荡很大 当冲很多 好 这台新科 台新科 你知道封测 我现在讲封测 因为它妈妈的戏格 所以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我说封测的部分 你要怎么去看 好了 我找一张字卡给大家看 等我一下 找字卡 好 先找一下字卡 来 大家请看 这当时呢 我们拉出了这张 台积电矽光子联盟成员 后来我们去拉到一档股票 我们讲的是利基 有没有 这个利基 你去想一下重点 华欣光有没有在里面 有在里面 上全有没有在里面 有 联军有没有在里面 有 所以你看到这些矽光子 这里面的股票 跟光通讯有关的 基本上都大涨 都大涨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那矽格 有没有机会 丰测 等一下我们来看金元店 好不好 我们讲的这些扩产的公司 他们一定要去面临到未来 我能不能交货给我的客户 所以我要提前做好 因应的措施 我的资本支出要足够 所以我该扩产 扩产就要扩产 好 金元店 金元店今天的量 四万张 到目前为止四万张 昨天一万两千张 各位来看金元店 来 他的股价就开始慢慢的往上挺进 虽然前方有压力 但是不重要 我都讲的不重要就是说 他的现在的订单 现在的产能 基本上我们所看到 基本上封测场 今年都相当不错 但如果要让我去看到明年 那我们就更兴奋 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们从过去 我们想的金元代工封测 这一段来看的话 基本上 我觉得从今年的第四季 到明年的整年度 我们在看的都是出现一个成长态势 否则你也不必要资本支出 尤其细格在扩大资本支出 我们看到一个契机 我们现在手上所掌握的订单 万一我们要觉得我们的产能不足 产能不足 情况 这种情况 你就是一定要去面临像东洋那种情况 东洋情况 我的产能摆明不足 已经摆明不足了 所以我就必须赶快去找 因为他的模式很简单 他找地就是盖 找地就是盖 然后这个产线就架进去 好了 那现在这封设厂怎么办呢 有这么容易吗 所以我们要面临这个扩散 各位 金元店开始往上攻了 好 那我现在重点是 请问一下 细格现在本益比才14倍 如果我这样子看的话 大家在选股票的过程里面 都会去挑 我今天 我再挑一个 还没真正涨到的 你知道什么叫做还没真正涨到 我们去翻阅各个公司过去的历史记录 有些公司你一看就说 这公司的营收获利都很稳定 好了那后面你要讲什么 我们来看看他的配息 你一定会这么看 如果你不这么看 代表你完全就是不考虑 预备除息的这个投资人 所以你完全没有考虑到有关于殖利率的问题 那我们就不管 那完全以价格取向 好 你就赚股价的价差 好了 重点来了 如果要考虑到这样的 我们就考虑到 每一年都会讨论到的现金殖利率 好 那殖利率的关联性呢 就要再 就要再回到 各股身上的获利能力 我请问大家 如果这个股票呢 基本上没什么获利 他怎么配息给你 那个完全不用考虑 什么现金殖利率 殖利率没有 没有这回事 没赚什么钱怎么怎么配 好吧 股价拉的高高的 你现在所看到的 细光子里面的股票 到底哪一个 现金殖利率会很高 我告诉你 真的没几档 你有没有夸张 你不要说了啦 你现在还要转亏为盈的股票 你现在还要转亏为盈的股票 你到底有能力 拿多少钱出来配 没有 第二 那既然没有什么能力拿出来配 你要讨论什么 什么叫做殖利率 而且你的股价这么高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你回来看细格 你会不会觉得说 哇塞 还真的耶 如果我今天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或许 真的七十几块 这一些才真的是很优质的公司 但他不会动啊 投资人没有那么激情 说的也是 但未来的法人会动啊 我现在跟大家讲 未来法人会动 投资人激情 全部的激情 都在中小型股身上 各位 短线上堆 堆出量能来 这是代表大家的激情 短线大家也冲进去 当中率 你可以看到60% 65% 70% 这些股票 沒有要流仓 七成以上不流仓 砍人 走着 算了 明天再来 都是量 都是量 所以大盘有这么多的这个当充量 在支持 所以呢 会变成一个什么 真正很好的股票呢 他反而是有志难生 哎呦我真的就不错 但是我成交量还没放上来啊 你说 你去充广达吗 不是 你有细光子不充 你去充广达干嘛 对啊 说的也是啊 盘面上有可以当充的标的 所以我干嘛去充广达啊 说的也是 老AI嘛 老AI 好 各位慢慢来 你会慢慢看到一个环境的转变 怎么样转变呢 到未来 我们讲第四季 最后一集 要攻上去的时候呢 基本上 有的时候 会是集团先点火 好 集团点火 好 我来看一看 咦 早上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再讲 大家有没有早上那个 八点半以后 在看那个软体 你会看 奇怪 涨停板 有没有 试戳 好 试戳涨停 今天加帮是不是试戳涨停 对 今天早上呢 我们就看到很多投资人在讲说 诶 加帮试戳涨停101.5 队长你讲的那个100元的 百元俱乐部好像 成真 诶 但是开盘又不是啊 开盘上来95.5 之后开始就下去了 来各位请看 你为什么他 他试戳 会出现一个涨停的态势 因为他公告他9月份的营收 他居然来到7亿多 所以这7亿多是历史新高 请问他8月营收是多少 8月营收是6亿多 所以他足足又多了1亿的营收出来了 所以你来想一件事情 今年的第三季 加帮在9月份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 他丢出一个历史新高来 所以呢我刚刚是不是有形容过一件事情 以时间点发生的这个经过来看的话 应该理论上在10月底 11月初左右 我们所看到的各家公司在丢出 这个所谓财报的部分里面 这个隶属于华兴集团的股票的加帮 他在今年第三季 会被丢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单 甚至呢我们跟大家讲的 去年他赚了半个股本 所以今年来看 包括明年的展望 都相当不错 隶属华兴集团 好那我们就有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第一 大家来看K线 第一 用K线形态来看的话 这档股票呢 基本上呢 这边有个缺口已经补上来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挑战的是这个地方 将近快要到100块的位置 问 请问加帮的量能出来没 其实还没 哈 这样子不算有量 这样的量能 攻击量出来没 还没 好不好 听好还没有 那攻击量出来的时候 以后呢他会往这90几块 这个反压区去靠近 然后突破 往上攻击 挑战这里 哈 真的吗 各位想象一件事情 我们讲的集团作帐 往往都在年底在发动 对吧 但是呢不知不觉当中 有些股票在震荡以后突然暴冲 那最容易看到一个情况就突然就锁涨停 冲发已经没有了洗掉了 来你告诉我 既然 9月营收创历史高 请问为什么在那边震荡 好在那边震啊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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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家注意看哦 你知道吗 这一次在这边埋伏的这些筹码 到这边现在是赚钱的 因为今天又挺近了 有没有 营收利多发布 走高了 全部都可以 就算前两天买的 前两天买的 今天都可以产生获利 再去玩别的股票 对吧 没有错哦 好了那他攻击量还没出来 简单来说再洗一趟 所以我估计啊 我们昨天节目也跟大家报告了 我估计啊像这一类的股票呢 基本上呢 100块根本就不是问题 因为只要一根涨停就是100 对吧 10%他就100了 所以对我现在目前来看 不但是要看那些热门的股票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些 真的还没涨 还涨不动的 在拉回的 好你们到底在干嘛 就是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基本面都不错 但是就是比不过人家的题材性跟筹码 好吧 因为强的股票的人就强啊 你说 如果讲系统 系统他营收真的不错啊 系统营收真的不错 我看营收的反应啊 所以你看啊 过去我们讲减资完以后 你看他营收上来 为什么 因为他减资 现在重点来了 因为减资的股票他是瘦身啊 瘦身要营收提升嘛 对吧 这是重点 完全没错 跟过去的国巨一模一样 国巨会涨 国巨现在目前在这边 你说国巨不会涨吗 我觉得这样子 讲的比较快 81点 不 51.8亿股本的国巨 他不涨才怪 为什么 台积电都上去了 你要说台积电是AI的精神领袖 因为AI有很多需要 我们从源头来看 就是台积电要解决非常多的事情嘛 是不是 那好了 那我问啊 难道国巨跟AI没有关联性吗 不 国巨跟AI的关联性很大 被动元件 所以各位 当龙头开始起来的时候 各个产业的龙头开始起来的时候 代表那个产业的复苏跟未来的趋势 对吧 台积电会上来 所以呢 我认为被动元件的国巨也会上来 所以在这第四季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片美好 但是大家会问 队长如果一片美好的话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 这个为什么冲不上去 你觉得一天要涨足你的希望吗 没有吧 明天要放假不是吗 对啊 明天要放假嘛 那么节前有一些获利的 调节压 合理吧 合理 当冲要卖一卖合理吧 合理 外资昨天不是在卖 对 那外资在卖也合理啦 好了 那你觉得入股街的表现怎么样 真是蛮糟的 怎么会这样子 好像又跳下来了 早盘开出来以后呢 我们刚才录你们看 我大概看了大概跌了7%左右 所以各位来想像一个空间 真正的不是我们的 你看大陆在救市 所以让这些股市的大妈们啊 很久没有玩股票的 重新回到股市的怀抱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它不是产生实质的利多 而是政府要刺激 要救市 大家觉得 哇这有希望了 因为一定有些资金先行卡位 把那个热潮先炒出来 所以大家都全部跳进去 那不懂股票都跳进去的时候最可怕 我现在讲一个 就是不懂股票的人都来了 这个时候最可怕 那个资金超乱的 因为他随便买他也随便卖 好不好 我讲重点就是这样 那他真正懂股票的 那不趁你来买的时候我来卖吗 那不是最好吗 是这样子的 好 那真正要懂得股票 你要懂得操作 我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认为第四季 这股市行情会持续会好的人 你又怕会被黏到 什么黏到 我追高 我又卡住 好 那没关系 短线进出你会吧 比如说今天买明天卖 这样你OK嘛 也不做当冲 那当冲当有机会 限股当冲就冲掉就算了 我提醒大家 这个可能是我们礼拜六才看得到 但是我今天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有关于最近我们一些投资人 他的心理的想法 我们大概看完以后 我们做了这个决定 第一个 他就是叫短线的特工队 现在是光辉十月 好不好 我们大概会这样抓 我举例A股票 比较快速的 到达10%以上 就10%为基准 比如说我今天买了 明天10%了 啪 获利 调掉 我们有个目标挑战 封关前挑战 获利100% 好 注意看 好注意看 这是叫短线特工队 我们礼拜六才会成立 但是呢 各位 如果你想说这个蛮吻合我的需求的话 麻烦各位请你在我们的line里面留言100 加上联络电话 有兴趣是 我告诉你 这怎么做 他说我现在还有一些别的股票 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调整 好先调整 但是呢 他就是短线特工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要告诉大家 而且 费用非常的低廉 这是特别重要的 来告诉大家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请你看到我们节目 赶快在line里面留言100 加上联络电话 我相信呢 在我们的封关之前呢 我们会有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来告诉大家 因为呢 你也不用黏在那个地方 你会很快速的来做进出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休假愉快 我们礼拜五见 拜拜 拜拜 拜拜